我们许多就学中的严重的孩子 竟然几乎百分之百多层遭遇歧视 或为歧视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很不幸的就是说上个礼拜 我想大家有看到新闻 网路上这个政大的打乱设 现场遭到其他的学生 来这个言语霸凌的这个部分 歧视性的言论 近来校园再度发生歧视言论争 这也在国会中引起朝野立委高度关注 事发过程要回到上个礼拜 政大圆明社团 打卢案社员勇敢揭露 听见有同学 耶鱼称原住民穿漏背装叫后空翻 并严正声明在当代社会 不宜再用具有歧视性的字眼 称呼原住民族 不过贴文下方 却又引爆一连串嘲讽言论 因此21号立法院教文内政联席会上 立委黄世杰呼吁 因增强校园内的文化安全 并针对全体师生进行多元文化教育 才可能帮助族群相互理解 不是用处罚的方式去禁止他 而是说我们要促进 彼此间的了解跟尊重 去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通过之后 把原住民族的教育的对象 已经不只限于原住民的学生 我们都要把它融入到课程里面 去来教学 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对 一般的学生的话 也对其他的文化的学生 他们的文化的话也应该都要了解 而且尊重 除此之外 会议上也将审查 行政院含请审议的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 内容配合民法修法 将20岁年龄下修为成年 不过立委高金素媒有不同见解 尤其从近日歧视风波中可以窥见 认为现阶段相关教育体制 仍未有健全的配套措施 最近在政大的PTT网站里面看到了 大学端对比原住民的文化的认知的不足 以及歧视性的言论 其实不管是从校长到老师到孩子 我都觉得并没有准备好 最终原教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 审查完毕并出审通过 未来将提请院会讨论 原事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